外型设计时尚的AirPods以及智慧手表Apple Watch 强劲的销售力道成为拉抬苹果业绩的主力军 更有分析师预估苹果未来股价至少上看300美元 根据苹果先前公布的2019会计年度第四季财报 AirPods Apple Watch等可穿戴装置的营收来到65.2亿美元 年增率达54% iPhone营收为333.6亿美元 年减9.2% 而服务营收年增18.0% 来到125.1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不过知名科技投资人则表示 他认为苹果股价至少被高估了100美元 我认为苹果股价的股价股价为170美元 而他目前并没有计划购买更多的苹果股票 同时也指出苹果iPhone业务正持续恶化 非常类似1980到1990年代 在电脑市场中看到的成熟度放缓 而苹果2020年第一季的财报状况如何 将在2月4号一件真章 新唐人亚特电视赵婷玉整理报导 新唐人亚特电视赵婷玉整理报导